家長一定要養成孩子閱讀的習慣 家長們除了陪伴孩子讀經外 也可以搭配一些喜好的童話故事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 孔老夫子也透過周遊列國 治國安邦印證了平生所學 大家好我是林 大家好我是龍 歡迎來到玲瓏愛讀經 日前我在一個意志的綜藝節目上 看到作家謝哲晴 花了三分鐘的時間答對了九題的題目 直接爆走了十萬塊的大獎 讓現場的來賓跟觀眾刮目相看 謝哲晴他本身是個作家文齒學者之外 也熱衷於攀岩登山的冒險性的旅行 知識跟閱歷非常豐富的他 被稱為行走的百科全書 我突然今天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讀萬卷書跟行萬里路 哪個對孩子的幫助比較大 古人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作為一種學業和事業的追求 這兩者使人開拓眼界 增長知識和能力最好的辦法 論語擁也第六你沒有提到 子曰 直聖文則也文聖職則死 文職彬彬然後君子 但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用野字來說明直勝於文的缺陷 本來郊外叫做野 因而居住在郊外的人叫做野人 像山野田野的僑夫農夫 他們也許目不適丁 沒有受過教育的洗禮文化的熏陶 所以他們有十分質樸的本性 而不懂得修飾言辭以表 講究華麗的衣著和繁多的禮文 若是內在的質樸 卻表現得不合禮文 那未免顯得筆漏 所以反之啊 若文聖職 則不求務實容易浮誇反成小人 故唯有文職相配方成君子 但是這跟我剛才問的問題有什麼相關呢 嗯 讀萬卷書啊 是一堂思想課 讀書使人充實 我想啊 那是生活的充實 精神的富足 讀書啊 能實踐孩子的自癒進階 孩子在閱讀中 不斷的提升理解力啊 和思考力啊 而且能夠逐步的形成 自我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 為孩子的一生幸福奠定豐厚的基礎 行萬禮錄 這是一堂思維課 它不一定是遠行 而是兒童走進自然 接觸社會的方式和體現 兒童在探索的過程當中啊 感受自然之美 體悟這個自然的奧秘啊 並能與自己所學所思的自然 結合起來 探索的過程當中啊 還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士哦 提升了觀察力和表達能力 也是孩子看世界與人交流 形成正確的人生觀 和世界觀的重要途徑哦 謝哲欣啊 滿意的好奇心呢 是帶領他走向世界最大的動力 在移動和閱讀當中啊 讓他看到了世界 所以謝哲欣說哦 閱讀之與人生的意義呢 是陪伴也是救贖 他在讀唐詩送詞時呢 就像人們遇到人生難題呢 會去廟裡祈求一樣 詩原來也是反映人生的百態 從中啊 卻印證當下生活找到一些理解 那這些普典文學呢 就是他的詩 在人生中跌跌撞撞的摸索奇 書一直是他唯一的遺憾哦 嗯 孔子這句傳世名言啊 高度概括了 直與文的互補關係 表述了 直譜和人文都是同等的重要哦 而且相輔相成的 孔子這一文直思想啊 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實踐 在做人 藝術文化等領域不斷的發展 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孔子這句話中 只表示了樸素的意思 而文啊 則是人們從實踐中得到的經驗 見解累積而成的人文文化 也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學問 光靠書本上的知識是不行的哦 還要透過人生的經歷和經驗 體會做人做事的道理 啊 我突然想到 之前好像聽你的課有提到什麼波惹 好像也是一樣的概念對不對 欸 越來越聰明哦 懂得舉一反三哦 一般我們可以把波惹 分成文字波惹 觀照波惹跟實相波惹 那文字波惹 狹義的定義就像經典文字啊 廣義的定義就像生活中的一切 像那個釋迦牟尼佛當初開悟見信 就是夜賭民心嘛 那個民心對他來講就是文字波惹 那對我們來講 可能是文字等等都可以啦 那這個文字啊 那什麼是觀照咧 觀照事實上講白點就是修行 禪宗在講波雲見日 那波雲就是修行啊 然後能夠證得實相 這樣講有點龍頭 我用一個例子來舉例來說明 就像我們在讀那個旅遊手冊有沒有 讀旅遊手冊上面是叫文字波惹 但是我沒有真的去台東 假設我看台東旅遊手冊 我沒有真的去台東 我怎麼知道台東那邊的一景一物是什麼 那當然如果我去行走 我真的去做了就是觀照 然後能夠去證得什麼實相 我就可以在那個景物當中 去得到很快樂的心情 去體會那邊的風景的美這樣子 所以六祖慧能才講喔 要依文字起觀照而證實相 就是這個道理 聽起來好有學問 所以啊 閱讀是一場漫長的探索 這時候我就想到 其實謝澤欣啊 從小就有先天閱讀障礙的難語症喔 他的淵博知識也是來自日常大量的閱讀累積 讓知識透過旅遊行腳中呢 得到更多的體驗和理解 加深更多的社會經驗和知識 一個人的心路歷程啊 恰恰是讓人享受不盡的經驗跟智慧 可以匯集成書供後人參考 那實踐證明呢 行萬里路跟讀萬卷書 在孩子的生長過程中 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必不可少的喔 所以家長啊 切謀讓孩子錯失讀萬卷書 跟行萬里路的契機喔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建議 可以提供給家長做參考的呢 建議啊 在學習中 讀書必不可少 自古以來啊 讀書學習就是人類進步和發展重要的方式啊 讀書能夠使人增長知識 學習到別人的經驗 讀書是成才與進步的階梯喔 閱讀啊 是自學和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 一個渴望閱讀的人 對於知識有著強烈的欲望 因此作為家長 一定要培養孩子良好的閱讀習慣 第一 養成孩子愛讀書 多讀書的習慣 第二 家長要每天安排孩子閱讀的時間 第三 在孩子讀書的時候 家長要給孩子創造一個安靜優雅的環境 第四 家長要起到帶頭作用 家長也要培養看書的習慣 對啊 在學習中呢 家長一定要養成孩子閱讀的習慣 家長們除了陪伴孩子讀境外 也可以搭配一些喜好的童話故事 家長孩子不但懂得書中的內容呢 家長又有失智的機會 可謂是一舉兩得呢 嗯 建一二啊 在行走中增長見識 讀書和醒路的關係 做個比喻 讀萬卷書 就好比一條通往知識的光明大道 要真正想要得到知識啊 我們就必須走在這條路上行走嘛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要行萬里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 孔老夫子也透過周遊列國 治國安邦印證了平生所學 李時珍啊 翻閱山領尋訪四方 長片百草 才著作了傳世的一書 本草綱目 這都是靠行路取得的重大成就哦 因此家長不光要重視孩子的讀書 更要讓孩子理論結合實物 讓孩子從屋裡帶到戶外 幫他們實踐自己的所學 探索更多的未知世界 嗯 家長可以利用自然環境 培育孩子的觀察能力 比如說帶他們去動物園啊 植物園啊 培育孩子認識事物的能力跟觀察力 或者是去博物館啊 看展覽等等啊 依據展品的時代背景 人物、政治、歷史、人文等等知識 增加孩子的求知欲望和知識 建議三啊 在生活中磨練品質 孩子除了獨行之外 更重要的是掌握生活的手段 處事的技巧 在生活中啊 培養優秀的道德品質 增長生活閱歷 這樣才能夠適應社會 適應生活 首先人無性不利 做人要講究信守承諾 孩子要交往中啊 就學會誠實守信 其次啊 在行走中學會忍耐和毅力 忍耐是人一種高深的修為 此外啊 還要鍛鍊孩子的毅力和堅持 讓孩子明白 其實忍耐 並不是一昧的退讓 而是要有積蓄力量 而這整個過程當中啊 要有頑強的毅力和堅持 嗯 要想要讓孩子啊 才德兼備 就需要讓孩子 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行路啊 是在實踐中學習 讀書是靜態的 行路是動態的 書中的知識有限 唯有行路眼觀耳視 才能補足書中的不足喔 在教育孩子的時候啊 不但要讓孩子啊 懂得學習 更要讓孩子體驗生活中 不同領域的知識 開發他們的潛能 開闊他們的視野 也樹立他們的美好品質 和道德規範 廣泛接觸社會 不要窩在自己 狹小的空間裡面讀書 固步置風 在社會廣闊的學堂裡 學習學校中 無法得到的知識 以豐富自己的人生喔 更多讀軍教育的精彩內容 未來我們將透過更多影片 跟大家分享喔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留下你對讀軍教育的想法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 玲瓏愛讀軍的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消息喔 請你幫忙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跟支持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要力爭上游喔 滿意的啊 好奇心呢 是他帶領走向世界最大的動力 是帶領他 是他帶領走向世界 是帶領他 很生氣 很生氣 兩萬次 是帶領他走向世界最大的動力 在移動啊和月底等 你看 第三萬次NG 或許 數值可以高一點嗎 我都平常沒在唸那個記憶 其實我去好買啊 我就知道喔 為什麼 數值啊 白交啦 這樣我們去那邊 我們才會了解那邊真的感受 那個是從旅遊手冊裡面感受不出來的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這樣你就懂了齁 嗯 只是覺得好有學問 真的嗎 嗯 個人的心路歷程呢 恰恰 一開始就卡 的學習 更要讓孩子體會生命中 的光彩 廣泛的接觸社會啊 不要握在自己狹小的空間裡面讀書 顧布之風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留下你對讀金教育的想法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玲瓏愛讀金的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消息 再一次